神秘地窖 死亡阴云 恶行罕见 耸人听闻 一座囚禁六名女性的地下后宫 一个让人咬牙切齿的地下国王 欢迎收看本期案件 河南洛阳性挪案 2011年9月3日 洛阳警方接到了一位名叫马某的女士报警 马某称自己在两个月之前 被一个名叫李浩的男子骗到警胡院小区 然后被其囚禁在地下室的地窖内 被一起囚禁的还有另外三名女子 期间他们不仅多次遭到李浩强奸 而且还被迫在互联网上进行色情表演 他是趁着李浩让其外出卖银时才得以侥幸逃脱 接到报警后 洛阳警方迅速出动 在小马的指引下找到了位于警服院小区二单元的地下室 警方进入地下室后发现 这个只有十多平米的狭小空间内堆满了各种凌乱的生活物品 在移除室内右上墙角的杂物后 发现了一个能推拉的玻璃门 推开后 一个身约三米五 直径约为五十厘米的树井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民警沿着梯子下到树井底部后发现 下面竟然还有一个横井 横井的直径也只有五十厘米 长度大约有四点七米 在这个不足五米的通道内 竟然连续出现了五道铁门 每一道铁门都深深地嵌入墙体 并装有所拒 穿越横井后 再经过第六道铁门 警方终于找到了李浩囚禁受害人的地窖 当被囚禁的江某看到出现在眼前的人 不是李浩而是警察时 他现实一愣 继而放声嚎啕大哭 警方发现 这个地窖空间不足四平米 高度不足两米五 在距地面一米的地方 用木板隔成了两层 上层用来休息 下面用来做饭 虽然在地下室的洞口 还有一根管子来通风换气 可即便是这样 地窖里依然阴暗潮湿 空气污浊 江某被解救后 警方又在马某的指引下 分别在义宾馆和福利彩票店内 将段某和张某解救 19小时后 已经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李浩 被洛阳警方成功抓获 经审讯 李浩对其自2009年8月份以来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李浩交代 2008年8月 在互联网上看到赢会视频表演能赚钱后 他便萌生了拘禁失足妇女从事淫秽视频表演来获利的念头 为了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特意找了一个管理较为松懈的小区 以妻子的名义购买了一个地下室 由于挖地窖 他要很晚回家 甚至很久不能回家 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怀疑 他便向妻子撒谎说 自己另外找了一份工作 晚上住在单位不能回家 于是李浩在白天正常上班工作 在晚上开始奋力地挖掘地窖 2009年10月和2009年12月 李浩以嫖娼包业为名 先后将从事卖淫活动的张某轩和段某骗至地下室 并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 将二人拘禁于地洞内 2010年12月 李浩用同样的方法 将从事卖淫活动的张某骗来拘禁 2011年的3月至7月间 李浩又先后将从事卖淫活动的张某 蔡某 以及金银寄生保健用品的马某骗来拘禁于地洞内 期间 李浩多次强行与上述6名女性发生关系 并致张某怀孕 为了让被囚禁的女孩 在网上通过色情表演为自己挣钱 她在2011年3月又购买了电脑和摄像头 并在地下室安装了宽带 强迫被其控制的段某 江某 张某 马某等人在地下室进行淫会视频表演 并以50元30分钟 100元50分钟的价格 在互联网上联系观看者 不过为了防范 被囚禁的女孩在裸聊时趁机求救 每次裸聊时 李浩都亲自进行操作 至案发时 李浩共制作淫会视频文件50余个 通过支付保网银等形式 共收取观看费数千元 这几千元对李浩来说 离自己的预期差距太大 为了能够快速地挣钱 她开始组织被囚禁的段某和张某 于2011年8月30日至9月2日 到义宾馆和义福利彩票店里卖银 并收取二人上交的嫖资700余元 9月2日晚 李浩又组织段某、张某和被其控制的马某 到上述地点卖银 4日凌晨 瞅准时机的马某趁机逃跑出来并报了警 据李浩交代 被其囚禁的女性一共有6人 可警方解救出来的只有马某、段某、张某和江某四人 那么剩下的两人又身处何地呢 原来张某轩于2009年10月被李浩囚禁后 一直试图逃跑 2010年8月的一天 张某轩趁李浩挖掘地道时 从背后袭击了李浩 李浩盛怒之下将其靠在床上百般折磨 在李浩的威逼下 与张某轩在相处中产生矛盾的段某 也同意参与杀害张某轩以换取自由 于是 在李浩和段某的配合下 张某轩被活活掐死 而其尸体则被就地掩埋于地洞床板下的土坑内 2011年5月 李浩将被害人蔡某骗至地洞内后发现 蔡某患有严重的妇科病 并不能进行淫秽视频表演 于是李浩利用段某等人与蔡某之间的矛盾 放任、纵容、甚至伙同段某等人 对蔡某进行殴打 并采取禁食、禁水、逼迫吃屎喝尿等方式 对其进行虐待 2011年7月底的一天 段某等人再次对蔡某进行殴打 并致使蔡某于当天夜里死亡 为了掩盖罪行 也为了震慑其他人 李浩与段某等人将蔡某的尸体 也砌在了地洞的水泥池内 一个小小的地窖 竟先后六人被囚禁在此 更为愤恨的是 还有两人长眠于此 李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家庭生活不幸还是工作事业受阻呢 十年34岁的李浩 在质量监督局稽查大队 从事内勤工作 家中不仅有着小自己八岁的娇妻 而且还有着刚满八个月的儿子 稳定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生活 并没有使得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 散发出一点人性 为了满足自己的授欲和疯狂敛财 他治人伦道德于不顾 治国法天理于不顾 白天 他是别人眼中的模范丈夫 同事战友 晚上 他是被求女孩的痛苦之根 噩梦之源 作为这个地下后宫的国王 李浩不仅掌管着他们的吃喝拉撒 更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为了消磨他们的意志 击垮他们的精神 李浩还在地窖内 准备了阳光心态 无忧公主等书籍供大家阅读 其实 这些女孩是完全有机会逃跑的 那么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逆来顺受 甚至还一度助纣为虐 成为李浩的帮凶呢 在这里 就不得不提到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的心理疾病 1973年8月23日 瑞士两名罪犯在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市内的一家银行时 行动失败 在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后 与警方展开了长时间的对峙 四名银行职员被解救后 不仅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 甚至还为他们筹措资金进行法律辩护 更有甚者 人质中的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了劫匪 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种由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 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节 以至于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和依赖性 甚至协助加害人的心理疾病 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症 所以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被囚禁的女孩 为什么会成为李浩的帮凶了 长期的奴役与折磨 是处在阴暗地窖内的他们 看不到丝毫的生机与希望 他们只得将自己托付给李浩 来换取短时间的善待 为了讨好李浩 他们之间甚至开始争风吃醋 自相消耗 从最初的激烈抵抗 到麻木不仁 再到最后的绝对服从 他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女孩 变成了一句句行尸走肉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李浩 也必将为自己那扭曲变态 毫无下限的禽兽行径买单 2012年11月30日上午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李浩故意杀人 强奸 组织卖淫 非法拘禁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进行一审宣判 主犯李浩被判处死刑 而段某、江某、张某作为从犯 分别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和缓刑 宣判后 李浩提出上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于2013年8月5日作出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4年1月21日 李浩在河南省洛阳市 被依法执行死刑 这6名女孩中 除张轩某来自四川外 其他人大多都来自河南 他们最大的不过24岁 最小的蔡某被杀害时 年仅16岁 每次想起地窖内 惨死的那两名女孩 那种看不到生机希望 绝望无助的画面 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 压在心头 让人窒息 俗话说 善不羁 不足以成名 恶不羁 不足以灭身 此案不管是过去十年还是百年 甚至是千年万年 李浩二字 终究会被定在耻辱柱上 人所不齿 遗臭万年 好了 本期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以案直视人性 以法感知冷暖 恪守做人底线 敬畏法律红线 大案实录 不见不散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